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为大家介绍这一款刀是蜘蛛的 虎藻刀 这是蜘蛛生产的第二款虎藻刀 叫做 CaraHawk 是蜘蛛的一个设计师叫做Glasher 设计的 那么它的理念是设计一款简单的 可靠的非常紧凑的 可以快速展开的一种工具 在加拿大我们讲刀子都是工具 不是武器 这款刀 我先说一下蜘蛛吧 蜘蛛是一个在北美户外运动界中 非常享有盛誉的 这么一个刀具制造厂商 它的刀具都有这个纸孔 都是这个纸孔 这纸孔的特点就说 作用是说你可以很容易的把它展开 它第二个特点就说 它的刀具的形状都很奇怪 都是奇形怪状的刀具的形状 跟我们传统认知中 刀子的形状不是特别的一致 感觉很Evil 很有邪恶的感觉 但是呢 之如在北美户外运动中的运动界中 因为它的设计和它的质量 做工 非常受推崇 尤其是我在网上查了查 它的Paramitary 2和Paramitary 3 所以这两款都非常受欢迎 我在以前的视频中 讲过了Paramitary 2 做了一个简单的讲解 Paramitary 3新出的 比三代 比第三款 比第二款要短一些 小一些 我没有买 我有那个二 Paramitary 2和3在 因为它是一个正常的刀 工具刀 所以说呢 在户外运动中非常受欢迎 这款刀呢 是胡早刀 它属于内刃刀 它真正的切苹果呀 切什么东西呢 切牛排 可能都不是特别的 因为它像内刃嘛 它不像鬼头刀那样 正常的像外刃 所以说呢 它不像 蜘蛛那个Paramitary 2 那么受推崇 它是一个典型的 Self-Defense 这种自卫的这种工具 这种工具 有点像我们 《铜铃传》中 那个铜铃用的那种 子母鸳鸳月 是吧 这边一个词 这边一个词 下边一个词 上面还有一个词 叫做 世间九润十三风 是吧 子母鸳鸳月 它可能是算是 子母鸳鸳月中的一个分支吧 你是正卧 或者是反卧 这还有一只想象一下 如果拿子母鸳鸳月的话 那真的是 因为它属于 奇门暗器 不同于传统的 中国武术兵器 所以说 比较难炼 但是如果炼成了威力也很大 这一只刀是 日本产的 美国设计 日本产的日本生产 它做工非常精致 而且它 我们可以看一下 非常非常的薄 非常非常的薄 非常轻便 很轻 我们一般可以弱手 把它放在左边的口袋里 正放 或者反放 或者是放在右边的口袋里 抢手 抢手放在右边口袋里 正放 反放 因为它很薄 所以有时候呢 真的是感觉不到口袋中 有一柄刀 感觉不到它 感觉不到你在实际血液它 胡早刀呢 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你即便不展开 你可以用这个 做指环 做击打的动作 左手也可以 就是你可以 两边都可以 然后呢 如果展开的话呢 OK 我们看人家玩胡早刀 那时候转 觉得很酷 但是呢 很危险 首先说 这个动作很危险 一定要注意 我们看一下 我手上这个伤疤 这是玩刀的时候 不小心滑掉的 好多伤疤 希望朋友们玩刀的时候 注意安全 那么 两个方法 第一呢 就是我们可以在刀上呢 沾一个 不干胶 或者胶带 防止它呢 误伤了自己 第二个方法呢 就是说呢 干脆买一个训练刀 训练刀 那种红色的 然后呢 带着孔没有开刃的刀 如果说是一个真的刀 在实用过程中 我想用真刀来练 OK 或者实用中 那一定记住一点 就是你的胳膊 一定要垂直 你不能这样了 你不能这样了 这样了 你转的话 转起来 一定会打了自己 一定会打了自己 这么看吧 当你这么转的时候 一定会打了自己 所以说一定要垂直 一定 不论是往外转 还是往里转 一定要 一定要垂直 不能 不能这 手腕子不能弯 那么 这款刀的话呢 它的刀刃 叫做 空心的这个刃 我不知道这么翻译 对不对 就硬翻译了 这个空心这个消磨 这个刃呢 非常非常的锋利 叫做hollow ground 这么是硬翻译的空心刃 可能在镜头中 看不太清 这个刃的形状吧 whatever 这是一柄非常锋利的刀 那么我们再说一说 它的缺点吧 我认为呢 它的缺点呢 说这个指环设计的太 角度太大了 它应该再往外一点 就是这个刀 再展开一点 这是它的第一个 我个人认为是它的缺点 第二个就说呢 这个配件 这个皮带卡 做的简直是让我无语 这个刀我很少携带出去 没有切割过什么东西 但是我只是在家里玩 但是你看到 它已经磨的这个皮带卡 已经黑色涂盛就磨掉了 它为什么不能做一个比较高档的皮带卡呢 为什么不能做一种 Deep carry的皮带卡呢 好看一点的 精致一点的 为什么用这么贵的皮带卡 这么贵的刀 300多块钱的刀 用这么贵的皮带卡 我简直不可以理解 这是两个我不太喜欢的地方 哦对 还是还有 就它太宽了 如果它这个 环再展开一点 那么刀变得整个细长一点 那么呢 可能更适合于携带吧 这个刀的展开 我再讲一下 多讲一下 就一个呢 就拇指展开 拇指 把这个孔 推这个孔 展开 再一个呢 它买了Amazon的这个Wave专利设计 就是说我们还可以说 在裤子上 口袋里刮开它 正向的 反向的 都可以 然后呢 这个卡子呢 我们可以看到 两边都可以 携带 你可以把它放在 你可以把它卡子卸下来 螺丝卸下来 然后拧在这边的孔里边 你可以左边 正向 反向 右边 反向 正向 左右鞋都可以 这是一款 非常非常 好用的一款 一款小刀 然后呢 哦对 这款刀 分两种颜色 一种是白色的 一种是黑色的 黑色的呢 现在还有 白色的已经停产了 这也是很多网友 不喜欢蜘蛛的地方 蜘蛛动不动 就把一款热销的刀 停产 这是他们 饥饿 饥饿销售法 不知道 他们 一旦停产 就不再生产了 总而言之 我个人呢 认为 虽然它有一些 设计上的瑕疵吧 我个人认为是瑕疵 不好意思这么说 但是呢 这不思维一把好刀 而且呢 是一把很 有用的 很方便 很 用于 很 易于操纵的 很易于 使用的工具 是工具 我们在加拿大 记住 刀子呢 用于开信封啊 用于开包裹呀 割绳索 割安全带呀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 与万恶的美帝不同啊 在美帝水深火热的生活环境中 刀子可能就是武器了 在加拿大 刀子是一个工具 看一看 它这个小小的灰标设计 非常漂亮 希望朋友们喜欢这款刀 谢谢大家